就是當然也會把那個細節錄下來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 希望你可能不要因為有一個小細節不知道你就做不出來 然後你就會想要放棄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我們在雲端上面呢 也有雲端白板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即便你 假設影片的部分 看完還是做不出來 你可以在尋求什麼其他的 比如說像我們的程式部分你也可以把它直接拿來 做複製貼上 不過這個東西 剩下來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動手做啦 因為如果這東西你如果沒有花時間動手做 你要把它學會呢還真的有點困難 所以呢針對我們上個禮拜 所講的部分 我們上禮拜本來是貼對後來更新的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把VBA的這個環境 還有就是說呢他的優缺點 部分做一個說明 當然我沒有一直強調說VBA 就比R或比Python還要來得更強大 其實對我來說工具就是工具 他不可能他不可能說所有地方都是 比別人來得好但是他總會有個優點 工具本身一定有 在哪個部分是他優點 一定有他的弱點 這是絕對的 所以像 最近我看我那個YouTube上面影片 真的還是有人會留言 然後我可能有 有時候講到什麼VBA跟R的比較好了 然後我可能敘述的時候就是在Excel裡面可能VBA當然一定是絕對 跟R或Python比起來 他有絕對的優勢嗎 主場優勢這個當然不可否認的 不過可能有人剛好他在學R或學Python 他就聽不下 他就 他就有點是 網路酸民嘛 就嗆說 怎麼怎麼 聽你這樣講好像 VBA比較厲害囉 不過像這種我都不予回應 我就直接把那個 那個留言刪掉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沒有無需爭辯 這東西沒有好爭辯的 如果你覺得 你有你的看法沒關係你可以你去錄影片嘛 然後 可以讓我看嘛 對不對 我也可以學習嘛 而不是說用什麼 什麼用酸的啦 不然用嗆的 這個沒有意義吧對不對 其實最主要的 知識的 知識的 如果說你要真的互相可以學習 你應該要提出你自己的 你自己那部分的看法 那可是問題我發現大部分都是等著等著看啊 對不對 說真的會提出貢獻的人 還真的比較少 但我是覺得我是在一直不斷做努力做 提升的人 但我覺得說 做這個事情是 是很必要的 可是不見得每個人都這樣想 所以 我網路上我看到這千七百怪 這太多 而且 酸腐味越來越重 你只要有一個什麼訊息 一堆人開始 屁裡啪 講 我講的好像都沒有重點 都是 從那個 比較 好 好 這就是 OK 那這個地方 我想 我們上禮拜的東西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就有關那個 第五個單元 有關 串列 串列的話 就List 這個List 主要的用途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處理的資料 不止一個 一個 變數 可以放一個空間 一個資料 但是呢List 它可以 可以放很多個資料 比如說像我們那個前面有個叫什麼 Month CAI 就是 月份 我們哪一個英文單字 配合123 哪一個月份 那如果說我們 那個前面假設不是用一個串列的話 那你可能要放12個變數 那就不合理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我們會用List來做啦 那可是問List 這部分有沒有哪些重點 那另外List還有沒有其他的作用 第一個比如說我們可以放12個資料 另外如果說我想要增加資料可不可以 比如說一直串一直串 它基本上就要串列嘛 所以基本上它可以 一直往下串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串 這個我想蠻重要的 第二個的話字典 那字典的話實際上 顧名思義啦 就有點像一個 一個 比如哪個英文單字 它的說明 英文單字說明 那在 Python裡面的話 它就是用字典去規範什麼 一個key一個value 它的概念其實就是一個key key的話指的就是說 你這個資料 有點像一個編號 key 然後呢 value就是裡面的值 所以key value 這個構成了一個字典檔 那字典的這個架構 其實跟那個另外有個格式叫jackson還蠻像的 jackson jackson 不是那個jackson 不是那個jackson 是這個這個jackson 好 很多人名字叫jackson OK 所以 很會省錢的也會說 你是jackson 好嗎 那這個 它的架構就是key value 另外有一個所謂的nothical 有沒有 現在有一個那個 nothical 其實它的概念的話呢 也有 慢慢 朝那個key value 因為其實以前的seql就是 怎麼樣呢 它會先定義好 哪些欄位 欄位只能放哪些資料形態 可是問題是大數據分析的前提是來源不確定 當你資料來源不確定的時候 那我怎麼知道我應該 讓這個儲存 那欄位呢 文字呢 還是數字呢 還是日期 等等格式 那我不知道的前提下 那我乾脆 我就先不要定義好 所以慢慢nothical裡面也會朝什麼 朝類似像key value架構啦 所以像很多那個雲端的 那個資料庫 像那個什麼file base 也是它裡面其實就是key value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只要放key value上去 抓下來呢 也是key value 放哪裡比較好呢 當然就放字典檔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這點可以儲存 剛剛講的這些資料 有沒有 那另外當然你也可以把這些資料呢 用key value的方式再把它吐回去 OK你也可以用dictionary 變成json 或者吐出到 那個網路的資料庫 像nothical的 或file base資料庫 反正兩邊可以 透過類似像dictionary 所以dictionary在這邊 辦一個還蠻重要的角色 如果你只要能夠變dictionary 你就可以變成其他的格式了 就key value的這種架構 其實基本上不是算太困難的 那另外呢 今天大概還有幾個比較重要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讀取相關的檔案 那所有的檔案處理就是指的是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的那個 1到12月的資料 之前是寫固定的 直接就寫在程式裡面 還好只有12個月份 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不是 1到12月份而已 我是什麼全民英檢 或者是多益 或者是什麼什麼的英文單字測驗 系統 那我可能需要什麼 一個中文 一個英文 OK 那如果說這個英文中文可能 幾百個 或幾千個的話 那你總不可能說直接像之前我們是寫在那個 程式的上面嗎 有沒有 放在那上面 所以你可能會是一個檔案 那什麼時候讀進來呢 就是當你 啟動 需要的時候 再把那些資料呢 丟到那個list裡面 去做處理 所以檔案 那怎麼樣可以把 外部的檔案讀進來 另外的話你做完 可能練習你需要存檔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寫出去 那可以用 檔案的讀取方式 那再來就是有關資料庫 其實當然你用檔案處理的話 還是會有很多的不足 比如說他沒有一些 什麼欄位式的啦 或者說你可能要放很多欄 很多欄位的資料 那可能在 資料上面你可能就需要用到資料庫了 比如說相關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的資料的話 那你就可以利用那個像資料庫 那資料庫處理部分的話這邊我們主要指的是 單期的 比如說你自己電腦上面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叫SQLite SQLite這個還蠻重要 因為SQLite的這個資料庫 他 除了可以用python之外 之前我們在 手機的app上面也會用到SQLite 那用法基本上都 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當然除了用SQLite之外 其實 SQLite是單機的 就是在你自己電腦上面的 可是如果你要多人 除了你自己以外 你要給其他人 也能夠存取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就不能只是放在SQLite 你可能要放在遠端 可能要架一個server 這個server的話呢 一般 可能如果你要 一般很常用像Oracle 這個Oracle 第一個一定要費用 或者是你用什麼 Microsoft的SQL MS SQL SQL server 那也是要費用 可是如果你不想有費用的問題的話 一般蠻常用的就是什麼 用mysql 如果mysql 最近前一陣子也被Oracle 給併購了 他本來是 所謂自由軟體 不過也有可能會變成商用 所以慢慢 可能很多人呢 也 轉移陣地 也不用mysql 用一個叫什麼 叫 Maria Maria的那個 DB 就是 Mari 那個實際上是這個mysql的 創始人 他女兒的名字 Mari 然後呢 他就又把類似的架構換一個名字 不過我發現兩個好像幾乎都一模一樣 只是換個名稱而已 也是自由軟體 用起來基本上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這個 怎麼去架買mysql的部分 我在之前我們VBA的課程裡面 進階班也有提到 用SAMP其實很快就可以架起來了 SAMP Apache 加mysql 然後 PH mysql 他可以做一些管理 那不過那時候用的版本是5.63 現在最新的是7.1 5.63用mysql 7.1的話就是用Mari Db的格式打 不過我看起來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用起來其實 我覺得穩定就好了 OK 那這個後面我們會慢慢跟各位做說明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先開啟我們這一個 我們這個雲端白板上面 的這個 部分 然後呢我們第一個 會先來講一下有關List List裡面呢有第一個 第一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主要是 用那個List的串列 裡面的 哪一個功能呢 有個叫 Append Append的話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可以開一個串列是空的 那我可以怎麼樣 當我需要 加資料的時候我可以用Append Append可以怎麼樣 可以 幫我一直增加到後面去 比如說呢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假如這邊 這邊有一個練習題 這練習題就是我要輸入成績 當我輸入到-1的時候 那就是表示中止 但是如果我輸入成績 輸入一個他會用什麼呢 用一個所謂的Append 這邊有一個Append 輸入一個成績 Append把這個成績讀進去 直到 我輸入的是-1他就離開回圈 那最後我可以怎麼樣呢 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總共有幾個學生 然後呢 再把平均 他的總成績跟平均把它做輸出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是完成的程式 執行的話呢 第一個請輸入成績嘛 比如說我就輸入一個成績 兩個成績 三個成績 四個成績好了 然後最後按-1 -1表示 跳離 那這個是規則 按Enter 最後這邊會出現說 我輸入了四個學生的成績 他會第一個先幫我把這個總分加起來 總分加總之後 把這個結果呢 輸入到這邊 然後呢平均成績的話呢 把它輸出到這邊 而且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這個要怎麼做啦 當然我們會需要什麼 他輸入一個 兩個 三個 那以前如果說你用的是變數的話 很抱歉 你要不斷在宣告變數 那當然就不ok了 所以如果你用list的好處 什麼 你可以只宣告一個 Score的什麼呢 串列 特別是空串列 以前沒有空自串嗎 空自串 這個叫空串列 空串列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創了一個空的空間 將來我可以怎麼用append 一直丟一直丟就好了 所以特別說 空自串還記得吧 一個變數宣告預設值 是空自串 它就是一個自串 可是空 空串列 空的list 就是一個中瓜糊的訊息 所以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這個邏輯之後 試一下 裡面的話大概我們 這個程式裡面 第一個會宣告一個空的串列 第二個的話呢 宣告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是total Total指的是總加總 需要的 另外的話 insgo 這個我們會 會有一個這個insgo的變數是 做輸入用的 輸入用就是 它輸入的成績是多少 那這兩個變數呢 當然以前的寫法是你可以 Total等於0 然後insgo insgo等於0 這樣的寫法啦 不過如果說你想要寫成一行的話 另外的寫法是 乾脆直接這樣寫 很特別喔 它可以把 一個變數兩個變數後面都 串一個0 這樣的話呢 預設值 所以 上面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 所謂的 因為 它不需要宣告 所以你如果要產生一個 變數的話 那不然你就是給它什麼 給它初始值 這樣的話實際上也等同是 宣告這個變數之外 也會給它一個初始值啦 這種寫法的話 其實在Python裡面還蠻常見的 因為像寫java你一定要先宣告 什麼 宣告資料形態 然後 其實如果不給初始值 那個java本身會給一個初始值 那Python的話不用宣告 那可是你需要給它一個初始值 表示 其實也是創建的 這個 這個變數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就是 把那個我在雲端上面的第一個範例 list裡面呢 怎麼去使用那個append 這邊的這個 方法 做做一個 練習 那當然除了說append裡面 這個方法 list這個方法之外 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除了說append這個方法之外 其他還蠻常用的比如說 最大最小 總共有幾個 這些都 都還會 總共有幾個用count append 然後呢 還有像insert 你也可以把它加進來 不過insert的位置 你可以去做 調整 其他還有像什麼remove 你也可以移除 PUB也可以移除 不過是移除哪一個 你可以這邊設定 那如果你要反轉順序有個rever 那排序的話 你可以用sorts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先利用 第一個先把那個 串列的 這個部分 稍微 基本規則了解一下 第二個的話 練習一下那個 輸入成績的這個範圍